保留臺北時代變遷 跟城鄉移民歷史的寶藏岩 因為各地藝術家在這裡住村 已經成為臺灣非常重要的 藝術聚落 而村民們也非常有創意 他們最近開設了一間寶村 Gamma Dam 保留當年各地移民 來這裡生活的人情味 除了Gamma Dam 他們也會固定舉辦 關懷老人家的吃飽飽活動 因為當年雜貨店 就是整個聚落的精神中心 是寶藏岩最有人情味的地方 逐山坡而見的寶藏岩 開闊的視野在臺北市內自成一格 因藝術進駐 重申的寶藏岩聚落 目前還有二十五戶居民居住於此 我們小時候的寶藏岩 是小朋友的天堂一樣 那時候玩什麼 因為這裡車子少 那有一點算半封閉的那種情況 因為它是屬於軍區 所以有管制 所以小孩子在那邊玩很放心 回憶幾小時後的快樂時光 寶藏岩第三代居民詹志雄形容 這裡依然是台北的市外桃園 但他最想念的 是當年聚集各戶人家 一起吃飯聊天的寶村Gamma Dam 它就是大家會聚在那邊 在那邊聊天啊 不會像現在我們去買東西 會買一堆回來放在冰箱 以前是我缺少幾個蛋 我可能就去買幾顆 在Gamma Dam附近這樣聊一聊 你買一點我買一點 有時候從家裡端一點 慢慢又形成一桌菜 然後就這樣吃 有時候吃中午大家隨便吃了一頓 從啃瓜子變成吃飯這樣 有別於現在的便利商店或超商 雜貨店串起了在地人情味 綠色藤蔓攀附的兩層樓小屋裡頭 有滿足村民生活的白米油鹽醬醋茶 也販售貴州臘肉 台式炒米粉等等各代居民的家鄉口味 我也沒想到說要拿來給大家分享 也沒那個想 是因為新時候他們聞到那個味道 那我在想我可以把這個當整個煮菜 拿給大家去下面一夾一菜的時候 當主食這樣就開始拿下去 結果我的菜每次上桌就被搶光光了 是那種心態 那我才想說 真的 原來我們的東西 好像台灣人也喜歡吃喔 傳承分享的精神 保障鹽村民與當地裏民 以耕種共識的理念 每個禮拜固定邀請村內老人家 一起參加免費的吃飽飽活動 這個給你 現在的高樓大家住的那種比較 說真的比較陌生一點 鄰居之間比較陌生 不像這裡是那種橫向感情連結 會比較直接一點 那又盡量讓他們老人家可以走出來 剛好講現在成立 未來只要有盈餘 有經費 那我們就可以做更多的這種事情 讓這裡更好 本來因整頓違建消失十幾年的 寶藏鹽雜貨店 重現藝術村 讓村民和藝術家 感受舊時光的人情味 都不想要華盛行 那是來自曝照的 小鷹 那是說明 我沒有了 是說明 那是說明 有的 有的 不是說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